食蔬炒虾仁 虾仁用凉水化冰 用热水解冻会破坏虾仁的营养成分 准备食材 虾仁 土豆 山药 莴笋 胡萝卜 把胡萝卜 莴笋 土豆 山药 都改成均匀的长条 山药 土豆中加入清水和白醋 防止变黑 加红薯淀粉10克 清水 准备勾薄芡 锅中做水 加少许油 使蔬菜焯水后颜色更好看 水温烧至80度左右 加入胡萝卜 土豆焯水 土豆胡萝卜不容易熟 先焯水 然后加入虾仁 菠笋 山药焯水 水开20秒后倒出控水 用凉水冲洗一下 保证蔬菜脆绿好吃 锅中做油 倒入食材 开始调味 加盐6克 鸡精2克 微精1克 加入少许清水 使食材受热均匀 大火翻炒几下 加入鸡汁调味 倒入水冲粉勾芡 最后淋上少许葱油 出锅装盘 这一道酒店版的食蔬炒虾仁做好了 营养丰富 做法简单 在家也可以做 希望你能够喜欢